今早港股开始前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况是升级的 有乌克兰的核电设施着火 美子期货应声大幅急错 港股自然低开 恒生指数最低是21856 现在大弯上来 21973还要跌2.2% 红筹指数跌0.65% 国企指数也要跌2.01% 科技指数跌幅更大3.34% 综合指数也要2.16% 跌的股票数目当然比升的股票数目多很多 看看恒指期货 恒指期货列口低开是620点 620点大家看看 一跌就跌穿了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跌穿了底部同时出现了 1.1722出现了一支阳烛 这是在10点时 10点后依然是阳烛 绿色代表跌市 红色代表升市 但两支都是阳烛 表示低位都有一定的反抗难力 好友但不能够重新夺回市组统制权 RSI STC MACD 都是利淡 即市形势显著向淡 好友是不应该急于入市的 我是说这个 即市投机者 反而你弹高一些 去到高位依然是利淡 没力的时候 一调头落 改一下才沽 拨它回到21722前面 或者拨它跌回到反弹 幅度的0.618倍 量度跌幅目标附近 这样的胜算应该会更加高 如果你看 除了下跌列口 是21913至22370之外 我们要看一个很重要的阻力位 即时阻力位 新的即时阻力位 就是这个低位 2220 大家记住了 国企指数期货 情况都是差不多 但似乎反弹的力度大一点 这支阳烛的身躯长一点 回来看恒指期货比较 是不是 都是的 都是的 OK 回回国企指数期货的图 下跌列口 是7724至7891 重要阻力位 就应该是看这个 即时重要阻力位 就应该看7886 是否有 5个指数 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5个指数指标 STC 是想发出 买合讯号 但要等1% 升分20上 才可以确认 强细个行之期货 由这个 STC 也都看到 看上科技指数期货 亦都是有反弹的 反弹力度弱一点 跌幅大一点 下跌列口是4796至4947 即时的重要阻力位 我看哪个低 这个是5023 这个是5035 23低一点 再看这个 这里的低位 就更低 所以应该看这个 看最低的是 4940 4940 应该是 4940 没错 这个是最低 大家看 4940 5个指数 尤其数分析指标 全部都是理打 这样 不会的 一个具经验的投机者 一个投机者不会 勒乱去做 即使你很有经验 进去做都是超短线 可能隔半个小时 顶多一个小时 很细致做超短线投机 普通投机者 我并不建议大家 入市冒险 一会跟大家 重点分析 股票就是 3690美团 再提一提 12点 记得去我的YouTube 频道里面 投票 看看你想我下个星期 重点和他分析哪些股票 选择有 汇控 有 中 石油 快手 工商银行 和阿里巴巴 五个给大家投 美团转定 将月线图 稍后我们由长期形势 开始说起 现在先看看现货 主买市场里面 非散户主动买股比率 56比44 代表买家在低位 入市的进取程度 比股价明显 绿德资金正主动买入 是41亿5600万 佔总成交价有7.6% 高 33个业务里面 资金正主动买入最多的 是远境服务业 反弹的 是21亿 医疗保健业 3亿7亿 地产 2亿5亿 他们是主动买股比率 全部都是配合上升动力的 33个业务里面 所属股票的 平均升跌幅 是低1 只升 黄金及贵金正 升了0.56% 主动买股比率 并不配合上升动力 可惜 跌的 反过来看 电讯业跌2.24% 综合企业跌1.96% 远景奉务业1.59% 全部都不配合 电动力股 即是低位也有支持 虽然跌这么多 并不代表可以稳守 不过客观来说 都跌得到位 港股是应该要反弹的 本来 本来 预计这个周末前 都有一次反弹 现在我想要等下 星期初 出现新利潭消息后 被动买卖券商最活跃的 今早早 高盛美林 J.P. Morgan 中国投资信息 和UBS 深圳的北水 中国创业市场部务 排第7位 头5位 券商主要托着 5只不同的股份 或者ETF 凌购基金的ETF 5只不同的 压住 主要压 腾讯一只 刚才说的头5位 除了中国投资信息 没有份之外 其他全部都有份 压住腾讯 压住腾讯 这种形势是特意做低的指数 那做低指数是做什么 当然在其他衍生工具市场里面 逃利 500只恒生作指数成份股 在跌市之中 我不会教大家乱博反弹 头5位 数一数就算了 腾讯 阿里巴巴 京东集团 弱名生物 中国弘桥 只得中国弘桥升 升跌幅 以京东集团的 6.778% 最大的 那就是 京东集团 最大的 另外 我们看看 创52周新低的 就是阿里巴巴 98.2 那我们先讲讲这两个 阿里巴巴 就是99.9元 现价高 加权平均价 99.02.13 主动买沽比率 显着配合上升动力 低位 980.62 大约上来配合 京东集团 现价267元 就是比加权平均价 显着高 264.43.11 主动买沽比率 非常配合上升动力 这两个 在低位 这就是 阿里巴巴 98.2元 京东集团 200.22元 的回升动力 都很强劲 既然中国云桥 升 就说 它 只是跌 阿里巴巴 京东集团 跌4.31% 中国云桥是升的 升0.173% 比 五个加日前 收市位 还升 8.29% 主动买沽比率 极度配合上升动力 所以10.94 暂时是非常强烈的支持 这是头五位 另外 再说 当然是跌市之中 看看哪些被扔的最强烈的 最强烈的 都叫做 应该是 应该是 显著配合下跌动力 其他都全部配合 港汽集团也显著配合 这一只跌下来 中国跌倒 是极度配合 9.22% 比78% 上第五位 东岳集团 跌4.1% 主动买沽比率 亦是 显著配合下跌动力 全部都不漂亮 量比划最高 4倍 中国延期 刚才说过 接着看美子期货 美子期货 现时 在这个低位反弹 最低见过 4284 在9点之后 即港股 期货市场正式开始之前 接着 就弹出去了 就升到上去 在9点 9个字之后 是见过 4343.50 现在又回转 最新 和大家计计 4327.50 OK 4327.50 好 恒生指数合理值 现在是22102 跌3.65点合理 但是 跌多了 现在是22001 偏低 0.464% 又不算很大 偏低幅度 国企指数也不算很大 科技指数 就大一点 1.063% 估计 现在是21935 国企指数 7711 恒生指数 21935 国企指数 4777 我就不记得了 看 先看 刚才我和大家先看 这个 稍后 说完后 翻转 看这个表 究竟它在升 跌 暂时 3个指数 都站在上面 有些小头反弹 即配合 恒生指数 最高 不到合理值 科技指数 最高 也不到合理值 最低 218.56 未到第1个 即使重要支持位 不算太差 如果比美智期划 不算太差 总监本身 自身是差 跌12% 但是 科技指数 47 47 到了第1个 重要支持位 跟昨天情况一样 科技股表现最差 第2个支持位 要看4728 第2个即使重要支持位 真的现在不敢说 高低位见到没有 今天不乱说 不是不乱说 即是不要互乱去推测 因为 局限 战况 不知道如何 突然间全日消息 上上落落 真的不知道 暂时我只能说 在全日低位 和全日高位 之间 浮沉 正在整固 有没有可能性突破 在上午收市前 都不敢说 你说有几大机会 不破 我最多给你 六成半 不敢说得那么尽 还有三成半的机会 向上或向下突破 如果真的向上或向下突破 回到中间位 22,000 如果这样 应该这么说 如果一会 我和最后 和大家看看 这个是升回头 就向上突破大 如果 仍在跌 就向下突破 略大 如果真的突破 总很简单 向上突破 你看这个 就改为看这个 即使炒卖发为上下 向下突破 就改为看这个 就是这样 好 我先收下这张表 稍后再和大家看 重点分析是股票 美团3690 开市最高位 见了 是167.9 167.9见了之后 跟着就跌了 最低创过 52周新低价 161.8 表现都很差 有的 带上来 164.6 现在比加权平均价 略高 164.4 3.5 加权平均价 历史波幅 不小 是恒生指数的两倍多 6.9 炒卖的时候 大家要小心 非三个储动买沽比率 现在是55 比50 买家和沽家的入市 态度 中户和大户 都是相弱 绿德资金正确 买入1亿4千万 成交金额也有5% 过少少 5.925% 大家看到 今早 交投哪里最匯弱 165元匯弱 可惜压下来 下面就看 164 很明显 164-165 之间 等待突破 这只这么大型的股票 我们看它的标准自动对盘 我们看大户行为 三类大户 即是普通大户 特大户 加上超级大户 总共做了142宗交易 那么多 他们的主动买沽比率 都是50比50 和加不加中户 都没有分别 加权平均价 164-188 我们看 接着看 特大户 加上超级大户 总共25宗 加权平均价差点 36比64 是代表 显注配合的下跌动力 加权平均价是164.2 就是特大户 超级大户 货货 货货货得比较狼 超级大户是什么呢 8宗成交 加权平均价 极度配合 14比86 就是超级大户 不断订 你看 8宗有7宗货货 只有1宗数 8宗有7宗货 8宗有7宗 1宗数货 OK 那当然不行 加权平均价是164.6 1 接着 看看 挂盘的情况 主要托着的是中国投资讯息和中国创燃市场服务量 北水 资金正被动买入都是7000多万 托着164.3 毛链 压着两家花旗环球为首 资金正被动卖出13300万 JP Morgan 8900多万 压着164.5 图表分析 先看月线图 月线图 这只股票在 多少月 去年2月 见顶 460元 创历史新高 就一路回落 当时出现了一个射击痴星 其实严格来说 这个不止射击痴星 这个可以说 是一个 黄昏痴星 因为跟着月线图出现了一只阴竹 这只阴竹 或者接近黄昏痴星 类似黄昏痴星 因为这只阴竹的 开市位 355元 比前两个月的收市位 358位低 但是 收市位 298.2 是低于 两个月前阳竹的新区中间位 所以这个是类似黄昏痴星 黄昏痴星 现在就想股价带到 8月的183.2 然后就反弹上去 10月的298元 这里是183.2 上个月 见过165.3 即是穿了 即是183.2支持穿了 今月进一步 今天 161.8 继续下来 量度跌幅目标多少 大家识计 很容易 460元 460元 又不记得缩小的 缩小的 465元 跌过去最低 刚才看过 183.2 183.2 但最高是 298 这个是297 这个是297.6 298 298是高一点的 现在就算了 1倍 量度跌幅目标 有没有错 1倍就很厉害 460元 460元 1倍就很厉害了 465元 先对清楚 183.2 298 460元 183.298 不需要1倍 不用太多 0.8倍 126.938 哇 还有 还有30多元跌 如果真正要计量度跌幅目标 希望它尽快尽快回到183.2 否则后市 非常一般 非常一般 另一个度法 大家记住两个数字 给大家看一次 不是一个数字 126.938 线8 如果你说 由这个跌幅 由这个低位 这个长期升浪 起点 42.5 度跌幅 4025度跌幅 去到460元的升幅 回落 0.618倍 就是200.595 200.059 又是 已经到了 就是说 除了你说 尽快回到183.2 之外 亦都要尽快回到200.595 上边 是吧 最大的阻力当然 回到企稳 才有机会反复挑战298元的阻力 但是看来 形势不容易 因为看看五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全部都来淡 讲完长线之后讲中线 中线 一样是这样走势 中线可以看右小小小 指标也是全部来淡 右小小小就是看这个简单的跌浪 看看跌多少 中浪 起码跌了多少 就算第二天要再跌 刚才试试的低位 也有个反弹 不为底底 跌浪的起点 是297.6 这一下跌到191.8 191.8 然后彈上来 那一下 两个交易日之后 最高见过 242.2 看清楚 242.4 242.4 哇 这个数字不漂亮 242.4 大家也要看这个数字 中纪 136.6 都是不理想的 是否很有用呢 我这个 这个Excel 表 继神奇数字 量度升跌目标 你有兴趣 免费得到 就 加入我的Patreon 频道 要做 Planternum 或Diamond 的 订户 我会免费送给你 如果你只是Gold 或者以下级别 就提升到 Planternum 或Diamond 的级别 没有月费 自己在用户设定 更新 短线 日线图 日线图 1、2、3、4、5 OK 好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个跌浪 在这里开始 1、2、3 不行 如果这个数字1、2、3 差一下 sorry 差一下 都是不好 因为我未能肯定 这个161.8 未有迹象显示 已经是见底了 如果见底 我就拨去反弹 就可以 Q1、Q2、Q3 和你继续Q4 但现在未肯定 还是不好 如果未肯定 都可以这样继续 Q1、Q2、Q3 Q3中1、Q3中2、Q3中3、Q3中4、Q3中5件 可以计算 先看指标识 全部离淡 非常差 全部离淡 稍后和你计算 猜猜 梁道铁肤目标 先看 三个 辅助分析指标识 平均线整体分布形式 全面离淡 昨天 阴烛跌市 成交缩蛋本来是好事 今天 一列口低开 还要阴烛 成交已经增加了这么多 现在只不过 10.54 如果今天 再增加一些 唯有希望 再增加多过昨天 甚至多过前日 但这里变回阳烛 升温 大幅度弹上去 这样就漂亮了 但是 行不行呢 机会 不大 OBV 配合近期 在低位 就 偏淡的走势 但是有个好的 暂时创新低 OBV 都还未见新低 要看下个星期 1 2 才确定 都创不到新低 就有条件反弹 DMI 哇 正DI 低个负DI 很多 正DI 完全没有迹象上升 代表上升动力 完全没有迹象增强 好 刚才我和大家说 计算了数 我先计算了这些 清楚点 我告诉大家 假设这个是 1 2 3 4 OK 假设这个是 KURU 3中1 3中1 3中3 3中1 3中4 究竟3中5 不是 扮完3中4 3中5在哪呢 我们计法可以是 2 3中1 怎样呢 就是这个高位 KURU 3中1的起点 2 3 5 8 又用好 又用了Excel Rugsheet 2 3 5 8 清楚 2 3 5 8 跌到三浪底 假设是这个 应该也是 最低位 有两个计法 你可以计算这个 这个是3 然后这个4 这个4就是这样 KURU 3中3 这个是底 可以KURU 3中4 KURU 3中4 KURU 4中A 4中B 4中C 我先计算第一个 就当这里 18 看得不清楚 哪个低一点 1668 1664低一点 不好意思 原来不是 应该是这个才是 不是这个 这个是1668 这个才是4 这个才是A B C OK 1664 好了 这个跌幅 大量上来是 1819 清楚了 好了 根据波浪理论 KURU 3中1的起点 至KURU 3中3的起点 0.618倍 量度跌幅目标 就是 由 KURU 3中5的起点 1819开始量度起 所以量度跌幅目标应该是 138.911 如果再跌下去 目标是138.911 刚才说 如果我由这个计算起又怎样呢 也可以的 那你改一改 这个是1653 即是KURU 3中3 这个是KURU 3中4 现在是KURU 3中5 就是1653 那你需要改一改 这个目标 就会改了 改为138.231 都是不漂亮的 最后我们回回看美子期货 最新是4332.25的 4332.25 好了 那我们看什么呢 恒生指数下比值 现在是22131 那 看什么呢 就是看刚才我和大家 记住了 就是在这个10点40分的时候 记住的 恒生指数当时是21985 即是跌着 国企指数是7711 恒生指数21985 跌着 但是国企指数是7711 是正在升 科企指数4777 又是正在升 即是有些机会 有些机会是 有效率 略大的机会向上突破 转回稳了 转回稳了 我们要看看一个数字 可能看错了一个数字 跌0.37 刚才是偏低0.75 现在是偏低0.857 偏低多了 偏低多了 对呀 为什么呢 那就是蓝筹股依然继续受压 依然继续受压 但是 这个我看得不清楚 刚才我骗的时候 刚刚遮住了 那个cursor 究竟当时是21885 还是21 985 真的看得不清楚 拍得不好 不好意思 那我不要理会了 总之你看到这两个 就升了 那时国企股 是科企股 就是 反弹力度 大一点 当时是28 可以 有个方法 我先回答这个 有个方法 很容易 不可以 呃 被我拔到 不行 刚才是4327.50 我打开 4327.50 OK 不是 4327.50 又是改不了 又是个问题 重新开过之后 我刚才的4327.50 我刚才的4327.50 我改了 4327.50 又是那个问题 开过之后 这个是0 如果当时是多少呢 我刚才说是21985 21985 我人手打下去 哦 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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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21885 21885 是真 对的 不是的 21885 0.7 4327.0 这个呢 这是7711 刚才的 OK 刚才7711 这个是4777 但这里是0.755的 但这里是0.755的 218 为什么呢 要负多些 算不了 不好意思 这个我真是 找不到 找不回了 因为刚才 那个Mouse 我把Mouse遮住了这个数 这样来拍 看不到 是8 还是9 究竟是219 还是218 不好意思 不要理会这个 总之 这个市场是在回升的 好 多谢各位收看 今晚第三段 分析 见